在太古白云蘑菇岩山洞中 竟然棲息着这样一条巨大的青鱗怪网 实在是出人意料 更糟的是 他已经潜入水里面向我们捉伐游了过来 由于事出突然 肥仔也赶不及开枪 不过以剑威的杀伤力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 就算是换成了机关枪 恐怕也未必杀得死这一条巨大的网蛇 事到如今 我们肯定不会束手待毙 我和肥仔杨树莉三个同时大喊一声 同时发力 用手里面的竹竿和枪托 拼命地撑个竹佛 谁知竹佛下面黏着无数的水之风 至少有百斤重 竹佛的食水好深 根本快不起身 等到这条青龙怪网 用身体捲碎一只竹佛 我们跌下河 那就没有任何回船的余地了 我们三个好像疯了那样 用竹杆撑一只竹佛 但是太过慌乱了 用力不均匀 也不协调 这只竹佛原本还是慢慢向前飘的 现在加了三度互相抵消的力 竟然在水面原地打转 我突然想起 在越南打仗的时候 听人说过 如果连食十只大蒜 老虎巨网都不来咬它 马上伸手入旅行袋摸 明明记得带了两个防蚊虫的大蒜 现在怎么找都找不到 说是迟那是快 还没等我们有什么动作 忽然脚下一阵 整个竹佛从水面上凌空飞了起身 原来那条青龙怪网 用它斗粒这么大的三角蛇头 顶起了我们的竹佛 竹佛被巨网顶到向前飘了十几米 又啪一声那样 重重跌回到水面 如果不是肥仔出力地在中间扎实 那个竹佛早就翻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 我们都被抛到拼来拼去 全身湿了 都不知道是被水淋湿了 还是出了身冷汗了 现在都没空害怕了 心想了 云南的竹又多实正 敢抛法都没散到 条青龙巨网顶了一下竹佛之后 躬身又潜了入水 一看就知道 它要发动第二次进攻 我记得在越南打仗的时候 部队在深山麦林里行军 经常碰到大网毒蛇 但是从未见过网蛇用这么古怪的方式来进攻 为什么只是用蛇头顶我们的竹佛底呢 如果用网身卷起竹佛 我们早就弯弯公司了 杨雪利突然醒起来说 条网蛇呢 只是想吃竹佛底下边的水风子 是冲着他们来的 那些水之风好像肥椎那样 营养价值很高 是那些水蛇水网最喜欢的零食 不过吃完零食 一定会来吃我们三个正餐的了 这条巨网这么大条 看怕我杨雪利加上肥仔 都是刚刚够他吃一餐的 水下面黑妈妈根本看不到什么 突然见到水花飞箭 触罚第二次被顶到飞了起身 我们这次有经验了 出了死力的紧紧压住竹佛 保持着平衡 但是即使是这样 等我们再次跌回到水面的时候 竹佛都差点反了 我脑道突然闪过了个想法 可能河道中的那些人蛹 本身不是什么机关 而是牵王用来喂这种巨网的奴隶 否则只是吃普通的动物 这条网蛇又怎么会生到这么大条呢 不过已经过了将近两千年 网蛇不可能有这么长命 可能这条呢 是牵王当年养了怪网的后袋 他的祖先 还不知要给他大多少倍 这次真的跌入龙潭苦月 那触佛就好像河叶随风摆动 随时都有可能散开 我们唯有紧紧地捉住佛 连伸手出来爬艇走路的能力都没有 触佛底的那些水之风 被青鸣巨网舔了两下 已经锁剩无几了 青鸣巨网显然是吃过番尋味 蛇身一挺 脹开血盘大口 竟然直接就向触佛后面的杨树里咬过去了 我和肥仔想去救他 但是根本都来不及 好在杨树里反应奇快 不知何时 把背后的金刚扇拿在手上 见一条青鸣巨网的大口 好像流星闪电地向他左面咬过来 于是打开金刚扇 出尽全力一挡 青鸣巨网的大口 被金刚扇的玄壶顶一挡 巨大的咬合力就没有着力点了 只是把杨树里 好像断线风筝那样 从触佛上面撞了出去 跌向好远的水面 并没有咬伤杨树里 我转回一看 杨树里登山头盔上面的战术射灯 在水上斩了斩就关掉了 好像他已经沉了下去 那边太暗了 究竟是什么情况完全看不到 好 触佛上面除了我们绑实了的装备器材 就完全靠我们三个体重来保持平衡 阳树里一跌下水 整个触佛就向前倾斜 慢慢地翘了起身 眼看触佛就要翻了 你别看平时肥仔杀这弄重 但毕竟都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 在危急关头他向后一挨 就躺在触佛的中间 后面还绑着登山包 加上他向后一挨的力 原本向前倾斜翘起身的触佛又恢复平衡 肥仔躺在触佛上面 那么紧急的情况下 还一边在找老母 一边拔支劍威气枪 对准青鸿大网开了一枪 这枪的穿透力很强 打的又是中好降珠 尼日昌刚刚打中巨网的左眼 煽血四浅 青鸿巨网的血流入水里 远远都可以闻到一股腥臭味 这条巨网何时试过这样的底 立刻狂性大发 出力扭了几下身 卷起了无数的水花 整条网身打横向我们的触佛掃过来 杨雪莉跌入黑妈妈的水里面 在这个巨大的洞穴中 除了触佛前面的强光探照灯 就剩得我们头盔上的战术射灯可以照明了 根本是看不到他究竟跌了在哪 四周七黑一片 我甚至连他死了的味道都不清楚 触佛前面的这波强光探照灯撞烂了 四周就更加黑了 我见那条巨网咬牙切齿地向我们冲过来 只好跟他搏过 叉笑就叉笑 烧买就烧买 最惨的是 撑触佛用的竹竿 现在都跌了 只好用弓兵铲挖水转向 让触佛尽可能离那条巨网远些 肥仔手忙脚乱地重新装钢珠入枪上 然而这条青铃巨网的区体是多么龐大才行 就算把马达到触佛里面 我们也跑不掉了 他这次想一次过用瓦身硬碎的触佛 我对肥仔大喊 死肥仔 你还在咪咪摸摸干什么 你还不开枪 你不开枪 我们这次是死硬的了 肥仔咬着牙 滚起双眼 这样才把钢珠塞进枪上 这种枪的理论射速其实不低 在受个严格训练的人手里面 每分钟可以射出22粒钢珠 但是现在是千军一发 狂风素落叶的混乱场面 能够装到第二次弹 就已经很不简单了 非常人所能够做到的 肥仔都不理得三七二十一 举起枪就射过去 但是触佛摇得太紧要 这一枪没打中 都来不及再装弹了 顺手向腰道拔了一支六四式手枪出来 推保险 退枪山 瞄准 开枪 这一连串动作 几乎在一秒都不到的时间内完成 砰砰砰砰 子弹全部向蛇头的方向打过去 黑暗中 也看不到子弹有没有打中目标 打完子弹了 肥仔离手就想扔一支空枪出去 但是一想 那支枪是花很多钱买回来的 结果都是不舍得扔出去 正想找一下有没有第二件工具拿来继续搏 只见那条青轮大蟒 蛇身一翻 吊砖头就游走了 那一来呢 我和肥仔是真的大感意外了 我们两个已经走投无路 几乎就准备要准备跳入水道 和他借抽 佔有压倒性优势的巨网 为什么会突然下方而逃呢 难道是怕了我们工人阶级的大无畏精神 知难而退 突然听到东面水面有无数铁叶感的磨擦声 这种铁金属磨擦声 真是搞得人尾龙骨都凉了 那些声音是怎样的呢 就好像用两个泡沫 互相磨擦发出来的声音那样 那些声音呢 强烈地刺激着我们的大脑神经 忽然触伐旁边水花一分 一个战术射灯的亮光从水里面升了出来 原来是杨树莉游了回来的 他抹了一下面上的水 嘴唇都冻到青了 杨树莉一边爬上触伐在一边说 你们两个是不是想让我在水里冻死都不理啊 我和肥仔见过死女逃生都松了一口气 硬线所有的东西都是电光火石之间发生的 根本没时间想这么多东西 连忙对杨树莉说 是怎会呢 组织上刚刚要派同志去营救你 想不到你自己游了回来 根本没给机会同志们表演 说完伸手出力拉了杨树莉想触伐 硬线一轮混战 杨树莉外公流落的金刚扇 竟然都没跌到 还抓住在手 远处铁片摩擦声越来越大 越来越密 青轮巨网游开的方向 水就好像煲滚了一样 似乎水中有什么动物在搏斗 由于探照灯撞烂了 远处什么都看不到 只是可以用灯山头盔上面的 战术射灯照着来看 可以看到附近的河水都变成了暗红色 是大量的鲜血染成的 我们不敢再担搁多一秒 急忙用弓兵铲来挖水 将触伐调转 向蘑菇岩山洞的出口冲去 身后的铁叶子摩擦声越发激烈 如果不看明白 始终是放心不下的 杨树利用信号枪 向着那边打出一枚照明弹 远处的水面被照明弹的白光照到光如白昼 只见无数手掌那么大的金鱗鱼 将一条青鱼巨网团团围住 那些鱼都生着两排像巨片那样 参痴不齐的锋利牙齿 一口就可以连皮带肉那样 在巨网身上咬低一块肉 鱼的数量非常庞大 数以千计 翻翻滚滚地卷着一条青鱼巨网来咬 血流得越多 那些鱼就显得越兴奋 好像癫了的乱咬 可怜好一条青鱼巨网 一虎难滴群浪 被那些鱼围到水事不通 不够半分钟 巨网就被好像饿鬼那样的鱼群 吃得干干净净 连渣都没有 那些铁叶的磨擦声 就是鱼群的牙磨擦发出来的 杨树利突然面识一变 不停口地叫我和肥仔快点撐 快点撐 这些是刀刺灰鱼 刀刺灰鱼 他们见到血就发癫了 就算杨树利不说 我们都不敢停留多一阵 向着那个出口拼命地撐足伐 鱼群数量这么庞大 慢慢难以抵挡 那条好像青龙的巨网 在这群刀刺灰鱼眼中 只不过是一碟火鸡大餐 巨网连半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恐怕这些见了血就眼红的刀刺灰鱼 就醉在附近的某条地下河里面 由于我们开枪打伤巨网流血出来 这才引来大批的刀刺灰鱼 自然界真是一物行一物 蘑菇岩洞里面生动地上演 雙生雙黑的道理 也不知道什么生物是刀刺灰鱼的天敌 反正就肯定不是我们 我们只剩一样东西要做 就去走老保住条命 那个血用模糊的场景 吓得肥仔面都青了 出尽全力用弓冰铲挖水 一边挖一边叫 哎呀快点走啊快点走啊 要喇嘛我最怕就是吃人鱼的了 今天出门口不记得看通性 今天不宜出门了 哎呀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我和杨树莉也都出尽混身解数 尽可能将那只佛捐得快点 我一边用弓冰铲挖水 一边就跟肥仔说 哎呀我不是跟你一样 又是最怕这种鱼 如果今天出得回去 我们就向佛祖许个愿 这小子都不再吃鱼 肥仔就说了 哎呀没错啊没错啊 我第一是怕吃鱼 第二是怕见血 尤其是哎呀他到尾最怕是见到自己的血 我们正在那里说三说四 只听见铁叶这样的摩擦声柔软而近 已经来到我们触佛的周围 触佛下面传来一片 用牙咬咬咬的声 这些无比刺耳的牙齿摩擦声 真是令到我每条汗毛都瘦了起身 看来触佛底下 被青龙巨网吃剩的那些水蜂子 现在都溢了这些刀齿灰鱼了 但是那些捆绑着触佛的成索 也都被刀齿灰鱼鱼鱼片的牙齿咬断了 真是刚出鬼门关又入地獄门 我们能不能够避过这一劫呢 我们就下次再说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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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